我觉得两句话 第一是别结婚 第二是别 两句话 两句话 如果你还想追悔他 我希望你先学着承担 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 他有没有你没关系 你的孩子有没有你 那是一辈子 双方李懿开始新的爱情 往往容易走进一个误区 幻想着双方的未来 却都惦记着对方的过去 特别是李懿受过双的 有特殊性 心简单一点 爱情就简单 生活就简单 但我还是要强调 李懿双方再结婚 他存在特殊性 比如说孩子的问题 如果你们两个人 有一方认为 我们再婚以后 法定条件许可的状态下 我再要一个孩子 婚前一定要说清楚 否则的话 宁愿不领结婚证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 现在说好 我们有感情 有爱情 好 结婚吧 结了婚以后 为了孩子 一个要一个不要 最后还是要离婚 甚至包括财产 如果有婚前财产的 也早一点说清楚 把这些隐患 导火索 不要留到 两个人扯了结婚证以后 谢谢啊 胡老师 我问一下女方 有一个问题 极其费极 你上一段婚姻 是因为对方出轨 而导致的 对 是吗 是 那为什么女儿 还跟着丈夫 因为那个时候 孩子已经大了 就是他爷爷奶奶不给我 我说了 我带女儿抚养 所以我什么都不要 他们不肯 就是不肯 你自己的经济条件 是完全可以带着 一个女儿的 你争取了吗 我争取了 他们就是不给我 你起诉了吗 我没有 两个人及时加起来 都不太负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 你们都曾经有过婚姻 都有过孩子 但都不是自己在带 你的女儿是前夫在带 他的孩子基本上没带过 所以每次当你的女儿到家 到你们所住的地方来的时候 他基本上当你的女儿没来过 因为他自己就不怎么带孩子 所以对孩子也不会大有感觉 你们之间根本没有经验和资格 以及责任感来再次成立一段婚姻 因为你们从上一次婚姻当中 并没有接受教训 坦率的来说 作为一个经济条件独立的女性 完完全全可以带大自己的女儿 但他宁愿把女儿放在一个 出过轨的男人身上 而且在我看来 据南方的描述 其实你有很多闲鱼的空间 喝酒喝到半夜 来给自己消遣 否则的话 不会有一个专职的 专车司机的出现 而你其实看上他的 我估计也恰恰是因为他前妻离开他的原因 因为你的前夫太不容易掌控 他出轨背叛了你 而这个男人相对于来说 因为他很幼稚 因为他不成熟 相对于来说好掌控 但是无奈他还有个妈 所以你们彼此又发生了这样的冲突 所以其实在我看来 不光是在金钱上的算计 更多的是你们在第二次婚姻的过程当中 只有情投意合的成分 却没有志同道合的成分 如果有志同道合 大家伙都是想说 把第二次婚姻当成一次非常郑重的事情 彼此相爱 并且给对方 填示上一次离婚所带来的创伤的话 你们就不会一个出去喝酒 一个到现在还不成长 也就不会说 一个自己的事还是妈妈做主 另外一个那么去介意 自己是不是要给对方生个孩子 你们没有成语 更没有接受上次的教训 那么你们在谁干什么呢